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孙丽同款美白露 尤其是在夏天,要想皮肤白皙水润有光泽 注意内部的调理非常的关键 这款美白露细腻丝滑,口感似燕窝 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你的皮肤由内而外散发出光泽 一起看一下做法吧 首先准备一块提前泡发好的银耳 银耳被称为平民当中的小燕窝 满满的胶质,帮助我们补充胶原蛋白,延缓衰老 清洗干净的银耳,把它的根部去掉 然后再把银耳切成小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山药,把它去掉外皮 山药富含大量的黏液蛋白,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可以健脾养胃,补益气血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山药我们用上一小段就可以了 把切好皮的山药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也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20克花生 先加入开水,把花生烫一下 静置2分钟之后,再加入一碗凉水 把花生烫一下,这样花生的皮就非常容易去掉了 把花生的外皮去掉 这样美白露的口感会更加的丝滑细腻 全部去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10颗莲子,把莲子清新干净 买莲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买去掉芯的 如果是没有去芯的莲子,提前要把莲芯去掉 不然莲芯很苦,会影响口感 清洗干净的莲子,也把它放入盘中 接着还可以加入两块冰糖,调一下味儿 食材准备好之后,倒入豆浆机中 加入约500毫升的开水 如果喜欢喝些一点的,可以多加一些水 这些食材大约是两个人的食用量 选择干湿豆这个功能,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之后,这款美白露就做好了 一股浓浓的花生豆子的香味 超级的细腻丝滑,非常的营养好吸收 满满的胶原蛋白,由内而外来滋养你的肌肤 这个夏天,想要变美变漂亮的姐妹,记得收藏起来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拜拜